台股又下跌了怎么办 不用担心 趁机买好股 10万有你 20万也不是问题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Kathy 让我们欢迎轮约透顾的王春胜老师 大家好 最近台股就非常的震荡 那有没有什么个股是已经被错杀 已经可以低阶了呢 好 那我们讲这个礼拜 几乎都在台股都是在季限保卫站 包括今天也是 虽然今天只有小跌6点 但是盘中杀身隆隆 但是有一些股票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3044的见顶 我们看前阵子在8月初的时候 7月底8月初的时候 是不是也裂金了一段的杀盘呢 可是你看 他今天创天价 盘中创天价来到188块 那最主要是什么 他的基本面 你看 他虽然上半年只赚了4块钱 衰退了将近三成 但是你注意看一下 他重点是在于第四季 他无锡的6场产能要开出 而且开出的这个产能的话 基本上是高端使用的 那他的产业是属于PCB 他主要应用在车用 伺服器相关的 那这一次的产能开出 最主要在伺服器 所以你看今天股价 为什么能够逆势冲高 就是在于说 他掌握了未来的趋势 那在他获利没有很差的状况之下 他很容易就是一飞冲天 那我们来看下一档 伟训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年啊 他今天啊 创了21年的新高 最高来到多少 73.4 但是你看前几天 8月初的时候 杀到最低多少 59块 对 但是我们注意看他 获利有没有 第一上半年的话 你看他赚了0.86 是成长多少 32% 那去年整年呢 3.28块 也是成长25% 所以他啊 就是这样一直好下去 所以你看 他本来股价没有被杀的 这一波大盘杀下来 他跟着杀 是不是就被错杀了 错杀了 你看市场现在就还他公告 他就立刻创新高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下一档哦 3587的宏康检测服务 AI概念股价最主要 又是AI概念 对 他是台积电的供应商 那最重要的是台积电 他最近一直在加大 他的资本支出嘛 那他也有接到他的订单 那这个订单的话 预计是在明年才会发售 因为他设备啊 这些背期的话 大概要7到8个月的供期啊 所以我们来看他 今年上半年 他已经公告他的获利状况 5.81块 成长多少 85% 那去年赚了一个股本 对不对 那比前年也是增加7% 那最近营收还是一样在创高 所以你看前几天啊 来到了新高299之后 被错杀了 你看一个大AK 然后立刻在跳空的下来 但是这几天啊 连续三天都走涨 对不对 大盘还在整理 嗯 他已经率先创高了 而且很多AI股 现在其实也还在整理 他已经创高 对 那还有一些哦 算车电的也是哦 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车电跟AI都是这一波的主流 他不会下一下就结束了 他还是陆陆续续的资金 再做一个移转而已啊 那我们看现在讲 立志 散热模组 他是标准的车用跟AI 双重都有 那今天非常强啊 攻涨停板啊 开盘没多久 可是你看哦 这一波你看7月底 那时候你看他创高 169 结果一样被下杀下来 可是你看这几天就往上冲了 那今天又冲到涨停板 那我们看一下 他今年五六月份啊 因为交易所要求他公告啊 股价涨多了 你看五六月这两个月的EPS是多少 2.41啊上上半年啊 才0.4而已啊 你看他是不是涨了非常的多啊 那你看他全年的状况的话 是成长了20% 所以他持续的一直在往上冲啊 所以之前只要被错杀 现在市场都有反差公告 是 那我们来看啊 2402的一家啊 软板电动车概念股啊 那我们注意看一下啊 他为什么又要挑战新高了 一样你看在8月初的时候 你看39.5历史新高 立刻又被吓杀下来 你看他隔壁是一个很长的下引线 你看所以他是逆势走强 大盘在打季线 你看他连月线都没碰到 真的耶 对 然后你看啊 他去年赚了1.2块嘛 那今年他第二季的状况的话 你看赚了0.53 就成长20%嘛 那七月份的话营收7.77 继续成长29% 所以你只要是有基本面的公司 有没有 或者未来潜力非常好的 这一波恰杀的话 你趁机减这些股票 都是会赚钱的 那我一样想要再问老师一个问题 这以上这五档啊 老师最看好的是哪一档 一家他可以走最久 一家吗 对 好 那谢谢王老师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财经相关消息 记得加入老师的群组 那财经集成事务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